释放彩色烟火一艘艘大小渔船在海上绕行 沿途燃放烟火鞭炮相当壮观又热闹 小琉球银王季9月3号上午隆重登场 打头阵的就是银王前的孙刚咖 有53艘的渔船以顺时钟方向绕小琉球一圈 象征海上巡视驱逐海域扼杀 特别的仪式也吸引大批民众 站在港边关里拍摄影像 小琉球银王季每三年举办一次 是地方相当重要的民俗盛事 往返东港与小琉球的东流县码头 一早就涌入大批的搭船人潮 几乎都是要返乡去参与银王庆典 还有不少游客也是要去到老 过年没回来我轻软很爱到 就是一定会回来参加这个 对小琉球居民来说 这可以说是不能缺席的活动 也因此第一天的银王仪式 小琉球岛上就挤爆 从9月3号到9月9号为期 一星期的银王庆典 在小琉球堪称比过年还要热闹 岛上居民可以说全体总动员 而最后一天的压轴送王仪式 相信又将带起一波活动的高潮 华氏新闻中文汉秋军平 简玉林评论报道 哈喽 我是蓝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